作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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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 阿帕契拍照風波 佔據新聞頭版長達半個多月 而藝人李宗盛 也在輿論壓力下跌到人生谷底 過去 曾以MTVVJ的身份出道 以每個月二十萬的薪資 享有豐盛的物質生活 卻在演藝事業發展的最高峰 嫁為人父 並成為經常出現在派對中的時尚名媛 原以為這樣奢華的貴婦生活 能夠讓她的心理得到滿足 卻反而令她在婚姻上 嘗到許多的痛苦 而阿帕契事件 彷彿是壓倒路陀的最後一根稻草 讓她走到人生的盡頭 殊不知這卻是上帝 為她量身打造的特別計劃 讓她在受盡世界的人情冷暖後 從心破解而出 進入一個美麗新境界 朋友們你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們現場的來賓 我相信大家對她 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認識 以前可能在螢光幕前看到她 會覺得很光鮮亮麗 美容教主 甚至會覺得是 怎麼樣的名媛鬼父 但今天一場 非常重大的新聞事件之後 對她的人生來說 已經是完全不一樣了 現在她跟過去的她 應該可以形容叫 判若兩人吧 歡迎姐夫你好 家路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最近應該都是忙著這個新書 美麗新覺醒 這書我看了 因為之前也聽了你分享 在教會裡面 但真的裡頭還講了好多 是不曉得的事情 你這書裡頭還形容 你看不是我說 不是我說 你自己在書裡面都這樣形容 對 你在書裡面形容自己說 覺得自己以前叫邀氣重天 所以你自己也覺得 以前的自己不好相處 以前自己當然不覺得 以前可能覺得 我有我的完美主義 我有我的高標要求 然後你們世人都不懂我 那種心態 那種心態 那現在再回頭看就 以前自己真的是蠻難搞的 蠻討厭的 不過你其實 我們年紀雖然相仿 但是我正要講 我也是從小看你到大 因為你出道很早 對不對 對 其實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想想看 其實我是十歲 就拍了第一支電視廣告 對 然後那個時候是跟媽媽 走在中校東路上 被星探發掘 然後就拍了電視廣告 我還記得那時候的酬勞 是五千塊 其實是蠻多錢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有了 我可以自己打工賺錢 而且是透過漂亮的臉蛋 去賺取金錢的一個習慣 那但後來 在國中高中求學的過程當中 我就做很多模特兒的工作 不是Cat Waddle說是 平面 平面模特兒 對 平面模特兒 那時候就賺很多錢 甚至還請媽媽幫我辦 信用卡的付卡 所以我想要買什麼漂亮的衣服 或者什麼fashion的那種 時尚的文具 我都可以用媽媽的信用卡 去刷卡 可是那個卡 但是我自己支付 甚至朋友都還跟我借卡刷 然後再慢慢的分期付款 還給我 所以那時候我的新高氣 我可能會在同才當中 我覺得我自己很強 很有能力 我好棒棒 開始累積起來的 媽媽其實對於你要做演藝工作 這樣聽起來也還蠻支持的 她其實很期待 然後也很支持 然後對於我能夠在演藝表演工作上 有好的表現 她是有一個很高標的期待 甚至小時候 因為畢竟 我們不管是拍廣告 或者是做什麼表演工作 要簽很多合約 都是媽媽幫我過目 所以小時候媽媽有點算是半個經紀人的角色 帶你出門工作要照顧你 不過你後來我比較印象最深刻 你剛開始的身分其實是VJ 所以我記得我高中 高三快要畢業那一年 那因為書唸得不好 想說也不用去考大學 感覺快要畢業 彷彿要失業 不曉得要做什麼 那我從小就很嚮往那種美國夢 就是有喝過楊墨雪的ABC 然後或者是可以接觸很多大量的西洋流行音樂 我還記得小時候 我們那時候MTV還並不是很主流的音樂電視頻道 然後我在家裡面我都會等 那時候VJ要放排行榜 我就會把家裡的錄音機拿出來 要放到第一名 我最喜歡Michael Jackson的歌 我就按下Record 然後把那首歌錄下來 而且那時候台灣的市場並沒有這麼多的選擇 所以可以藉由看這樣子的音樂頻道 收聽到很多我喜歡的歌曲 所以那時候我就對那個VJ 我就很嚮往他們的職業 然後他們的表演的方式 結果沒有想到有一年 就在我高三快要畢業的那一年 他們在台灣要征選本土VJ 我就去比賽了 然後結果過關斬將就入圍了 就入選了 那進入到MTV 那又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工作環境 然後你才17歲的年紀 薪水待遇什麼都很不錯 非常的好 我記得我從MTV17歲 工作到22歲將近五年的時間 那時候收入有20萬 而且是很簡單很單純的 就是進攝影棚 然後介紹流行歌曲 然後來看一個MV 然後上班下班 非常自由的工作 然後非常彈性的時間 然後你才十幾歲 20歲也不到 對 20歲那時候就賺了好幾桶金 對 那時候對於所謂健康的價值觀 是完全沒有任何正確的概念 因為我從小時候就會拍廣告 然後賺錢 那賺了錢我就買我覺得好的東西 我喜歡的東西來犒賞自己 那後來這樣MTV VJ福利這麼好 這麼的高興 然後我就覺得說我喜歡什麼 我就一定要得到 我一定要擁有 對於物質欲望就越來越強烈 所以那時候花錢都不太思考 我覺得反正這個月20萬 花完了我下個月還有20萬 所以我每個月都當月光族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印象很深刻 我要買車 那時候大概才20歲出頭 然後我就買了一台百萬名車 然後有一天在上通告的時候 有一位歌手看到我 因為我們跟歌手會比較多認識 因為我是MTV主持人的關係 然後那位歌手那時候很紅喔 對我來講他應該算是一個大牌歌手 他就在電視台看到我開了百萬名車 然後停好車之後 他整個下巴掉下來 他說李倩蓉你開這台車 因為對他們來講他很難想像 一個這麼年輕的小女生 應該是可能要坐小黃 或者是說騎機車 他就想說我是開一台這樣的車 然後但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開這個車很奇怪嗎 就完全不曉得其實 我在別人的眼中是 是滿遙遠的 對 你剛剛在講到說其實你很早 就會開始接觸到 很大牌的歌手跟藝人 但是你書裡頭有提到 你放人家歌子 對而且那個歌手 我很喜歡唱他的歌 每一次去唱那個KTV 我都會點他的歌 所以那個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也是在錄影 就像我講的 我可能心態是比較自我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今天錄影就應該是要 五點鐘收工 就一定要那個時候 一定要那時候收工 然後我呢 晚上有約會 所以我要去吃我的飯局 那時候因為大牌歌手 難免他的前面的行程有delay 所以他就五點鐘還沒有出現 然後再等五點十五分 還沒有來 我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然後就留了一整個攝影棚 攝影師 製作人 然後大家都很錯愕 所以那個時候的我 完全沒有辦法去替他人設想 也沒有辦法顧全大局 我只覺得時間到了 我要下班 我要去約會 那是一個重要的飯局 重要的約會 跟男朋友的約會 跟男朋友的約會 對 其實就是現在的老公嗎 你們怎麼認識的 在夜店 在夜店 對 人家說夜店無真愛 在我的生命當中夜店有真愛 可是那也是一個歷程吧 你們剛剛開始認識 這樣 他大你蠻多歲的 大我七歲 然後我們是在一起約會七年 才結婚 然後你認識他的時候你才是 十九歲 也還不到二十歲 也是很年輕 又是在夜店這個環境 你們剛開始 你怎麼這麼快就認定 這個人這麼快的投入 是因為他大你七歲的關係 我覺得第一 對於一個十九歲的小女生來說 二十幾歲的男生 他有一定的社會歷練 讓我覺得他的成熟度 是很有魅力的 再來 因為我從小就沒有爸爸這個角色 在我生命當中 所以你說帥哥 我當然很喜歡 也很想要欣賞 可是我一直都喜歡 帶有喜感的男生 帶有喜感 我覺得他可以給我一個 就是他的幽默感 會讓我覺得很開心之外 而且他會讓我有家的想像 所以那時候我看到我先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們也可以一起共住家庭 所以一剛開始就是 以結婚為前提 共組家庭為前提 當然沒有 當然沒有 其實我們在一起交往時間很長 為什麼會七年 因為就是走到一個階段 好像食之無味又氣之可惜 因為我還太年輕 他也還很年輕 所以我們根本沒有 好像某一個契機要論及婚假 但是又在一起很久又捨不得 真的知道我 突然有一天就懷孕了 所以好像就覺得 是不是老天爺順理成章 要推動我們走向婚姻的這個關係 不過這七年過程當中 也有分分合合這樣子的歷程嗎 有 有曾經分開過一段時間 然後分開過那段時間 我覺得我是被他甩 所以我非常的心有不甘 就很極力的挽回那段感情 甚至那時候因為我沒有信仰 那時候的我非常迷信 所以我就會去求問高人 師姐 甚至有很多做法的方式 想要把他挽回 那做法之後關係真的有比較好 有效 我覺得是上帝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對 後來就復合了 後來就復合了 所以復合以後我覺得 可能我對於這個感情 我就更是無法放手 可是那時候投注在感情上面 也應該是你生活一個很大的中心 其實因為我從小是在單親家庭長大 所以我對於能夠擁有一個健全圓滿的家庭 有一個很深的嚮往 所以當我發現我先有後婚的時候 我跟媽媽說 媽媽非常非常的生氣 也極力的反對 那第一 因為那個時候懷孕 剛好我事業正在起飛 接了很多廣告代言 然後還有一個電視劇的 我是當女主角 所以如果倘若要懷孕生子結婚的話 一定就是要停頓停擺 所以那時候媽媽很反對 那我想其實還有一點是 因為媽媽她以前年輕的時候 也是先有後婚 待我長大 然後婚姻後來是以離婚收場 她覺得很辛苦 所以媽媽不希望我重蹈覆轍 是 但那時候因為我很反骨很叛逆 所以我就一心一意想要嫁給老公 然後覺得說我要去建築我自己的家庭 我一定可以幸福給你看 19歲認識交往 然後你說交往七年結婚 25歲結婚 26歲生老大 27歲生老二 其實我覺得我們那時候兩個人 年紀都還很輕 然後心都還沒有定 然後感覺好像我們以為在一起七年 以為夠了解彼此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在同一個屋簷下生活過 我們以前充其量 就是出國五天四夜 巴厘島 泰國普提島 可是我們不曉得 原來住在同一個屋簷下 你有很多生活習慣要磨合 價值觀要契合 要包括突然又有小孩子了 又有小孩子我也很期待說 你不要有應酬你在家陪我 可是對於先生來講 你是為人母 你就要在家過好小孩 我去外面打拼 那因為我們彼此不懂 那他回到家 我又不爽 你都沒有陪我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他在外面已經在奮戰了 回到家還要跟母老虎作戰 他就也不想要回家 舉例 所以我老公也很年輕 他還會在外面夜店趴 然後他趴的時候 我的女朋友還會看到他 就說千陽我看到你老公 那我的同齡閨蜜 他們也都很瀟灑自在 但是我每天必須要 悶在家裡面餵奶帶小孩 在家裡面帶小孩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老公怎麼還不回家 原來家裡有這麼多事情 要照顧 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個樣子 然後小孩當然很可愛抱在懷裡 可是小孩沒有辦法 是我聊天的對象 他無法理解我的感受 而且新手媽媽真的很辛苦 老實說 太痛苦 而且那時候真的因為餵奶 我覺得身材是蠻走樣 所以有很多過去有的自信心 都瞬間的瓦解 所以你們夫妻之間壓力就很大 相處上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老公回到家 他也不開心 因為他就是要面對情緒爆炸的我 然後我就是會用 你會怎麼樣對待他 我會很得理不饒人 譬如說 我會趁他酒醉回家的時候 那其實喝醉酒的人 就想趕快躺下來休息睡覺 我就會不讓他睡覺 一直跟他吵架 你們有討論過離婚在那個地方嗎 有 那個時候我幾乎一天到晚 把離婚兩個字掛在嘴邊 因為對我而言 從小到大我媽是一個人擔心 把我拉把搭 所以離婚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那今天如果老娘不爽的話 或者是這個婚姻 我覺得我們之間的關係太惡劣 那我就想要快刀斬亂嗎 我就很想要結束 再加上我經濟獨立 我覺得我也可以養小孩 我也可以照顧好我自己 我不需要你這個男人 那反倒是因為我公公婆婆 他們的夫妻關係很好 那反倒是每一次 我在跟先生吵離婚的時候 然後我的先生從來沒有認同過離婚這兩個字 他從來沒有說好離婚 然後離婚協議書拿出來從來沒有 那他都怎麼回應你 他就默默的概括承受 只是說他沒有附和 也沒有說真的所謂的付諸行動 這一點我非常的感謝他 你即使說家裡頭碰到這麼多壓力 跟先生不愉快 然後孩子又小 但是你在螢光幕前都沒有感覺 如果在螢光幕前 譬如說去跑趴的時候 我也不想讓人家看笑話 所以我也是整個武裝起來 然後光鮮亮麗讓大家說 你看我就是那豪門的李貴夫 就是我不想要輸 我不想要被人家看笑話 但其實我內心又很害怕 所以我就一直用這種跑趴啊 這種造型啊 或者是這種強言歡笑 一直來偽裝自己 可是在這樣子落差當中 你不會去參加這些社交場合 光鮮亮麗啊 跑趴 每個人都是好像很開心很享受 這樣的派對氣氛當中 你反而會出現更大的空虛感 嗯 有嗎 其實那時候並不曉得 自己的空虛是源自於哪裡 也不曉得說 其實我有很多自卑跟苦度 那時候還不了解自我意識的這一塊 我只知道說我去跑趴啊 我有很漂亮的照片被登出來 或大家會稱讚 我今天的行頭 我今天造型好漂亮 我就覺得我很開心 想東西多少錢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要一直不斷地去追求那開心的感覺 但這個開心的感覺 是必須要靠我去製造的 比如說我必須要去買什麼東西得到 我必須要去駁一個什麼版面得到 在那時候就一直不斷地想要去追求那一塊 然後我覺得只要開心就好 那反正家裡不愉快就放著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某一次的逐日聚會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收集 就在聽詩歌 然後也是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很感動 當我閉上了雙眼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有一個很溫暖的大手 那是主的手 他就摸著我的臉旁說 欠永不要再怪你自己了 因為我愛你 經歷阿帕契事件 讓李倩蓉歷經艱難 卻也更加珍惜現在平淡賢淨的生活 回想起從前那一段人人文之色變 沒人敢與他們有所牽連的日子 讓他也不知該向誰求助 卻有一個陌生的女子 在此時將福音帶進她的家中 而這份信仰也翻轉了她的人生 甚至挽救了她岌岌可危的婚姻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是每天 我們的家門口有將近十幾輛的這種車子 就是記者在外面門口 那其實也在我們外面待了好一段時間 是十來天這樣子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基本上就是 沒有辦法出門 我們沒辦法出門 因為我們的車子他們都認得 所以我們只要車子一開出去 他們就是全部跟著我們走這樣子 當然我們在家裡 那時候Facebook 他的Facebook也蠻多粉專啦 也蠻多人的 然後就會在上面留言 那些留言都比較是負面的居多 然後就是講得非常的難聽 那當然媒體也 我們在家裡我們哪裡也不能去 其實基本上我們在家裡看電視新聞台 也是在播這些東西 那所以就他的心情非常的糟糕 因為他沒有想過這樣的事情會發生 我們是就是過街老鼠的概念 因為我們就是我們在路上是被人家罵的 然後然後而且不止一次我們 然後我們有的家長就是帶他小孩子 就是指著我們 我還帶著我的小孩喔 就在旁邊 他就直接就這樣罵 說你們這家人就是最糟的榜樣啊 就是很多這種 所以我們在那個當中 就是很多的Fear吧 我覺得很多的恐懼 朋友之間彼此也說他還好嗎 他還好嗎 或是說他怎麼樣 可是後來我發現好像其實 也沒有太多人知道 就是從他口中聽到一些什麼 碰到這個事情我相信他也是很無助 而且就是你了解他 你就知道他好像有一點交架不住了 我相信這個經歷如果讓任何一個人選 大家都是寧可不要 不會有人想要就是 用這麼慘重的教訓 然後才來認識神 但是我覺得這可能真的也就是神在他生命中的工作 我覺得是完全的翻轉 包括他的價值觀 他所有的喜好 他所有的那些驕傲 所有的那些逞強 我覺得好像若不是這樣 從這麼高的地方 然後摔得這麼的重 他可能 然後他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 好像猶如現在一樣脫胎換骨 李慶榮當時活在自己的眼光跟世界當中 覺得我在螢光幕前表現出來的形象這麼好 這麼光鮮亮麗 都是因為我就是李慶榮人家把我當是個人物 一直到阿帕奇事件發生 那新聞真的是鬧得很大 而且很久 我們在外面看 都真的很難想像這件事情帶給你 你們整個家庭孩子到底有多大的衝擊 回到那個事件當下 再想起來應該還是很痛苦 強大的壓力 當然那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時期 當下當然情緒是很難克服 可是先回頭看 我覺得可以用這麼輕鬆幽默 甚至是很感恩的心態去看這一切的經歷 我覺得真的是很感謝主 因為像最近我在跑書的宣傳 那也遇到很多記者朋友 記者朋友就會說 你看當初這個事情真的是 大家都沒有想到會鬧得這麼大 鬧得這麼久 那現在回頭看也覺得好像很烏龍 那我心裡面很清楚這是上帝的作為 因為倘若那個新聞幾天就過去了 我還是那個自以為是的李慶榮 因為我覺得沒事 然後我還是魂魂惡惡的在過日子 或者是尋求那種以為可以讓我開心的物質生活 但是因為踢到這個鐵板 讓我有這麼長段的時間的沉淺 學習等待 甚至認識了主 我覺得這是上帝的安排 跟祂的美好心意 可是那個衝擊之大之強 我覺得一般人真的很難去承受 我在當時的那 回到當時的那狀況 你的整個公眾形象 真的如果我是你 我是完全不敢踏出家門 就是一定會承受很多 不要說異陽 甚至敌意的眼光都有可能 很多 極度不友善 對 然後每天都 你不要說出門買報紙 你滑手機嘛 對不對 一個快訊跳進來 可能又是個誰又說了什麼 或又報一個什麼料 你當時的心理狀況 其實那時候我還是很堅很耗強 因為那時候的我 不但每一個新聞我都看 每一個談論我的名嘴節目 我也都看 我的心態就是 如果今天我要死 我要知道我是怎麼死的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 好像真的是被洗腦到說 我是一個很糟糕很糟糕爛透的人 我都開始很恨自己 很恨自己說 如果我沒有進入演藝圈就好了 如果我沒有賺這麼多錢 或者是我沒有這麼高傲就好 就太多對於自我的怨恨 但是我又覺得 我還有家庭要顧 我還有兩個這麼小的小孩 然後我還有 就是每天要上下雪接送小孩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日子 只要一出門就是被狗仔拍 再來有很多 比如說還會牽連到我的父母親的一些 不時的報導 我會覺得說牽連到家人我很難過 但那時候臉書關起來了 然後我也不敢出去面對媒體 所以有很多苦事往裡面吞 然後不曉得有任何機會 可以替自己辯解嗎 當然那時候也有談話性節目 想要邀約我 欠如我們給你一個澄清的機會 可是我心裡很清楚 只是會被再度消費 我覺得那個壓力很大 那甚至像先生在那個時候 有跟你表述過什麼嗎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當然有一點同溫層 因為他也跟我一起上了直升機 所以難免他也會覺得說被牽累 或者是他也覺得說他是受害者之一 可是當然因為這個事件對我們 對內對外都有很多的影響 第一我的演繹事業完全就是停頓 然後社會形象跌到谷底 然後甚至我代言的廠商還對我求償提告 然後還要我賠盤百萬元的賠償金額 那我除了很多這些麻煩事接踵而來之外 先生在公司方面也因為有 阿帕契這個事情 銀行就不再跟公司有借貸的往來 所以對於公司資金上有一個很大的缺口 它也很麻煩 所以當我們也就是對內對外 我們都覺得很兩頭燒的時候 難免我們也會彼此的責怪 都是因為你看你之前做人不成功 這麼機車難搞所以人家現在罵你 或者是我也會覺得先生說 那你為什麼公司要跟銀行借錢 你可以不要借錢啊 那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就會這樣彼此的指責 孩子呢 孩子在學校面對的壓力 我覺得那時候很感恩耶 因為整個社會氛圍實在是 太指責我了 然後好像變成一種群體的霸凌的感受 所以那時候反而是在學校裡面 老師有當著全班的面跟大家說 不可以再講這個事情 也不允許有任何同學之間言語上的霸凌 那時候老師有特別交代 不過就你一個很常上媒體人來說 以前上什麼時尚版啦 影劇版啦 跟上社會新聞 不同的記者在跑在讀你的麥 我印象都還非常深刻的是 你第一次出來接受徵訊 然後很多麥在你眼前 可能大家想要等你一個道歉啊 或看你有個什麼樣的情緒反應 你好像還穿著一個 還蠻簡單的一個T恤還什麼的 上哪種新聞真的壓力有夠大喔 其實我一開始 因為我一句話有那麼嚴重嗎 當然就完全引起踏法嘛 因為的確事情是很嚴重 加上我的態度又過於輕蔑 那那個時候的我是真的沒有意識到事情有這麼大條 再加上那時候的我還是處於在一個自意的狀態 一直到後來被請到桃園地檢署 我還記得那天是禮拜天 從早上進去到深夜出來 然後也是所有的媒體在門口等我 然後要等我講的一個道歉聲明 那時候雖然我嘴巴是講道歉 但是我九十度鞠躬 但是我心裡面還是一個 我不要讓你們看笑話的心態 我不要讓你們看到說 李清雄很慘 很落魄 所以那時候的我的脖子還是很硬 可是拚在那邊你自己也很辛苦 也是很痛苦 而且那時候我記得我內心是一種想要尖叫 但是我叫不出來 我想要哭 但是我又不願意哭給你們看的心態 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都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面對偵訊 對不對 那個過程應該也 你剛才講從早上到深夜 從早上到深夜 然後在偵訊的時候 其實是蠻難過的 因為我們去看那個直升機是十幾個人嘛 所以朋友都在裡面 所以那時候感覺好像是因為我個人的行為 一張照片牽累到大家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在偵訊到了某一個點 我的情緒潰體我就說請你們給我一點時間 我就走到角落整個去大哭 因為我覺得我需要一個喘息 然後哭完之後再回去繼續偵訊 偵訊完之後就知道走出去要面對媒體 所以地檢署還幫我列了一個聲明稿 怎麼樣對外面交代講清楚 很不容易耶 那在一個什麼樣的契機 開始有人跟你傳福音 其實是在發生車禍的當天 發生車禍好像在世界也沒有隔幾個月 兩三個禮拜而已 兩三個禮拜 其實因為還是每天有要出去買菜 接送小孩的行程 然後我就記得那時候我真的是精神衰弱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輕忽大意了 我就違反交通規則 然後就發生車禍了 發生車禍馬上即時新聞 就開始連環保 然後就有一位很熱情的姐妹 Lisa胡萌媽媽 她就透過經紀人說 想要帶我認識上帝 那其實Lisa來邀約了兩次 第一次都被我婉拒 因為那時候我們對於基督教這個信仰 是完全沒有興趣 妳也完全不認識對方 完全不認識 陌生人完全沒有見過面 所以第二次她再來邀約的時候 是在發生車禍的當天 那發生車禍那一天 我也覺得怎麼會這麼隨 我每一天都開這一條路 為什麼今天就偏偏出事了 好像我覺得在茫茫大海之中 我已經載浮載沉 我快要嗆水 我快要溺死了 然後有一個伏幕飄過來 那我管她 是不是我喜歡 或我熟悉的伏幕 我就先抱住再說 所以那時候我就 接受了陌生女子的邀約 拿了一個陌生人的地址 然後我就自己 坐了車過去 我還記得我是 是吊狐狸山之際 因為我不能開我的車 會被跟 會被跟 所以我就跟鄰居借車 那你就自己去 我就自己去 然後 當然我去的過程當中 我還有一些思維 這會不會也是另外一位師姐 我需要準備紅包嗎 還是是一個變態的黑粉 會不會我一開門 她就對我剝流酸 因為她可能對我很有成績 很恨我 但是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就一個感動我就去了 就一開門 Lisa就是一位 皮膚比較幼黑 笑蜜蜜的姐妹 然後旁邊還有一位 熟悉的面口 是黃國倫老師 然後黃國倫老師呢 就拿了一把吉他 跟我說 謙蓉 耶穌愛你 你之前認識他嗎 完全不認識 只有在工作的場合 見過幾次面 可是不熟識 然後國倫老師就說 還有你知道嗎 我唱歌很貴 但是我今天免費 唱歌給你聽 然後國倫老師 就拿吉他自彈自唱 然後我就覺得很感動 當下就落淚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 他們唱的是什麼歌 後來才知道 他們唱的是十歌 所以在那一次的碰面 你就接受就像 應該沒有這麼快吧 只是就覺得 有個人關心你 讓你覺得有溫暖而已 我覺得那一次 讓我比較特別的印象 是在於 因為就像我說的嘛 我連走出地檢所都很ㄍㄧㄥ 我都不想要哭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有牧師 有黃國倫老師 有麗薩姐妹 然後我們就四個人 坐在地上 國倫老師就彈著吉他 唱著我沒有聽過的旋律 詩歌 然後他們一面唱 也沒有對我講什麼話 我就一直哭一直哭 好像把所有 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承受的所有 不被諒解 被誤解 或者是委屈心酸 所有的壓力 通通通都藉由淚水釋放出來 而且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 眼淚完全是不顧形 這樣的哭 嚎啕式的大哭 那時候有一位王牧師 他就說 倩蓉我覺得 你有一顆很柔軟的心 我現在想帶你覺知 你願意嗎 然後我哭得稀哩話 覺知好啊好啊 什麼是覺知 我也搞不清楚 因為完全對於我們這種 屬靈的術語 就一點概念都沒有 一點概念都沒有 然後麗薩姐妹 就送了我一本聖經 但那個聖經大概這麼大一本吧 像慈海一樣 因為裡面都是放大字體 放大字體的字體 我想說這麼大一本 放大字體 對 所以那一天 妳就莫名其妙 在還搞不清楚 狀況之下就覺知了 覺知了 然後帶了那一本很大的字體回去 對 就回去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 就像我剛剛講的 看聖經 我以為會是教條 結果沒想到都是很精彩的歷史故事 所以妳一看就被吸引了 我一看就被吸引 然後我就去尋求 有什麼教會的活動 有什麼教會的聚會 就開始 我甚至 就是知道這裡有教會 我就完全的是素顏 也沒有化妝 也沒有打扮 然後我就 也沒有認識任何的朋友 沒有說誰帶我 我就自己走進去教會 我說我要來參加主日崇拜 那妳這麼一個人 妳就算素顏 大概一看也知道是誰進來 對 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我都已經準備好 想說會被人指指點點 因為那時候阿帕奇女王 我走在路上都是給 都是遭受很多路人敵意的眼光 可是有沒有想到 我一走進教會 然後每一個弟兄姊妹都看到我 大家都會 妳這時候就是下一秒就這樣 歡迎來到教會 耶穌愛妳 都給我一個完全沒有帶有任何 歧見 敵意 都是一個很溫暖的擁抱 然後我就覺得在教會好有愛喔 然後每一首詩歌都讓我好想哭 而且每一首詩歌我都沒有聽過 然後那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某一次的主日聚會 然後那時候我還沒有受洗 就在聽詩歌 然後也是我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很感動 然後當我閉上雙眼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有一個很溫暖的大手 那是主的手 他就摸著我的臉旁說 歉容不要再怪妳自己了 因為我愛妳 然後我就覺得 完全被觸摸 然後我就知道說 原來我是可以有重生的機會 所以我就馬上跟牧師說 我要受洗 很快喔 很快 所以我記得阿爸其實發生是四月 然後我認識主應該是五月 當年的十月我就決定要受洗 成為新造的人 妳在進入道教會 對這個福音有更多認識之後 妳覺得跟妳以前 因為妳說妳以前也是拜很多 都找師姐做法 有一個很深刻 怎麼樣體會兩者之間的不同 我覺得 那以往在別的 別的所謂的宗教的一個尋求上面 像以前我很習慣去拜四面佛 那四面佛那個時候我就笃心不疑 就是每個月我就 許願還願 許願還願 可是永遠都好像是在一個 循環當中 我要一直追 一直求 我要做什麼 然後再去求什麼 好像總是一個 無止境的追逐 然後我就覺得好累喔 但是我覺得上帝的愛 或者是我們信的基督的這個信仰 他並不是說今天我要跟上帝交換 他才給我什麼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在聽詩歌 我沒有任何付出 我沒有去買什麼鮮花素果 我甚至沒有去投任何的香油錢 他就告訴我說他愛我 而且那種愛是好像 我不需要再去尋求世人認同的眼光 我不需要再去跟誰解釋說 其實我也是受害者 或者是這個事情 我沒有那麼糟 我不需要再去多說什麼 我覺得上帝他都知道 而且他就是選擇願意接納我 所以你就因為這樣感動 就自己就開始 頻繁地去教會 開始去聚會 我就很積極參與教會生活 然後對於讀經我就很火熱 然後就開始有 Bible Study的課程 然後小組聚會 那先生呢 先生很可愛 其實我剛開始在信上帝的時候 我覺得先生他並沒有反對 因為他覺得 先生覺得我去教會的時候 回到家 我的心情都會好一點 會得到很多的安慰 所以他也很鼓勵我去教會 但是他認為上帝存在 但是我的歐彌陀佛也存在 所以我沒有辦法背叛我的歐彌陀佛 去信你的上帝 我們井水不犯河水 對井水不犯河水 我就跟上帝禱告說 主啊我真的很愛先生 也謝謝你賜給我 這麼可愛的家庭 我沒有辦法讓他 改變他相信 那就求你來改變我這個人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用口頭的爭論 想要去說服我老公 然後不曉得 突然有一天 這個從來恰伯伯的老婆 從來不會say sorry的 竟然會開始跟他道歉 然後他覺得我的個性 越來越溫柔 他就覺得 你這個上帝好像有兩把刷子 蠻厲害的 那我也來接觸看看 就他最印象深刻是有一次 他既然聽詩歌 聽到快歌 他就哭了 快歌還不是那種 快板喔 節奏輕快的詩歌 他就哭了 然後他就被聖靈觸摸到 然後後來他也受騎了 對 知道我信主之後 我做很多一些意志施放 特別是在原生家庭這一塊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對於那種 父愛的期待 缺乏跟渴望 是很強烈的 當我對於我的先生 我有很高的期待值 因為我覺得 我從小就沒有父親 所以我的先生一定是要 一個很完美的角色 但是畢竟他是人 他不會是完美完美 完美 如果你是聽李倩蓉的推薦 買了什麼保養品 化妝品不稀奇 但是如果你是因為 聽了我的故事 而願意相信主耶穌 成為你生命的救主 那不是因為我厲害 而是上帝是 又真又活的神 祂的大能無所不能 不管是過去的婚姻問題 又或是價值觀的扭曲 如今都成了李倩蓉 見證上帝的機會 從前的種種傷害 都變成祝福 讓祂能夠重新站上舞台 向許多人訴說 上帝如何幫助祂的經過 而祂的改變 也讓人真實地看見 什麼是真正的心靈富足 就像我講了 我們很多的時間 祂沒有跟我說過道歉 其實 你看 這麼些年來 直到祂在信主之後 祂會開始跟我說道歉 在那段時間 祂就會跟我說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 祂看見自己的問題點 祂可以講得出來 現在的這個關係裡面是 我們兩個都很清楚地知道 我們兩個最糟的一面是什麼 但是我們可以毫不 我今天我有任何的問題 我不會質疑的 我會第一個想跟他說 哪怕那個問題顯現是 我多麼沒有用 就是赤裸裸的跟亞當跟夏娃 一出來一樣 我們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神 上帝把他變得更可愛了 就是他會 因為他以前就是比較不會讓人家感受到他的這些 就是可能就是像你們講就是一號表情嘛 就是臭臉啊什麼的 他現在就是笑容比較多之外 然後就是他會把一些話語就是很真實的就是告訴對方 像以前大家朋友聚會的時候不可能說什麼先來禱告或什麼的 但是現在只要跟他一起聚餐有聚會出國什麼的 比如說飛機起飛前或者是吃飯之前 他一定是會會禱告 或者是會帶著大家一起禱告的 有些人可能一開始覺得說 他是為了挽救形象才故意這樣子的 但是我覺得以我自己私底下看 就是跟他一起一起hang out的時候 我覺得他不是做給人家看 他是真的有改變 我每次就是看他去分享見證 我都覺得哇好難喔 就是那個 你就是把自己好像就是脫光衣服站在別人的面前 但是你又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人還是用那種 是真的嗎 你真的改變了嗎 還是你只是想來怎麼樣怎麼樣 對就是他又會覺得 常常每次出去分享見證都會很擔心說 他會不會一方面在分享傳神的福音 但是一方面又還是要遭受到很多的攻擊 對但是我覺得他真的是很勇敢 非常勇敢的一個女生 接觸了福音之後呢 李千榮開始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改變 因為他的改變 他跟周邊的人的關係也都出現不一樣 先是從夫妻關係開始 以前常常講離婚嘛 後來你跟先生相繼的受寫了接受信仰 你覺得你們最大的變化是怎麼樣 我們都明白原來我們都是罪人 我們就願意給對方更多的包容與恩典 因為我們自己也需要相同的恩典 所以我覺得夫妻之間 當然你說還是不是會有小口角一定會喔 可是你就會發現那個口角會變得可愛 會變得有趣或者是想要辯解之前 我們會先三思 所以你以前很在乎的那些東西 你現在會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看 我會去把它歸類什麼是我需要的 什麼是我想要的 想要的東西當然還是很多啊 可是不見得是我很需要的啊 那尤其在就是我人生最黑暗那段時期 然後我還把很多名牌包拿出來編賣 那時候我的感觸很深 我就覺得說以前都一直瘋狂在追逐什麼限量包款 什麼特殊的皮革 然後買不到還會很生氣 覺得是不是自己還不夠大咖 不夠是那種所謂的VVVIP 那到現在會覺得說過去那些東西也幫不了我什麼 當然在我人生落魄的時候 他們好像可以所謂變現金 可是你說他們可以救我任何 如果今天真的有官司或者是要被判刑 他們可以幫助我什麼 或者是幫我扭轉社會形象嗎 完全沒有辦法 而且你剛剛在講到 你還是要去跟人家比較的心態 以前非常強烈那個真景 你好我還要比你更好 嗯 我不認輸嘛很好強嘛 這部分應該也有很大的反轉 嗯有那個時候其實為什麼那麼好強 那麼愛競爭是因為我心裡面有一股很深的自卑感 因為我的出生很頻繁 又是擔心家庭 所以我會覺得今天不管我是從VJ到主持人 到後來拍戲代言 我覺得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賺取這些漂亮的衣物 那其他我周遭的那些真的所謂的千金貴婦 可能就是爸爸有錢 或者是嫁到很有錢的老公 然後他們可以拿這麼好的東西 然後我一看到這樣 憑什麼 明明我比較漂亮 我比較厲害 為什麼你的包包比較名貴 所以我就更想要去跟他競爭 然後我有更多的苦毒 然後或者是我更會很容易的侵蝕我的先生 或者是說錯怪說我嫁給你 所以後來導致我的事業就下滑 所以太多這種控訴與苦毒 現在就都拿去 我覺得今天很自由耶 今天很自由 現在而且我的環保袋還都會洗 我洗乾淨再來用 環保袋 而且你剛剛又提到了你原生家庭的部分 我們其實沒有太多聊到這裡 主要是爸爸都不在 爸爸的缺席是在你大概幾歲的時候 我很小耶 我爸爸跟媽媽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婚了 所以我從小對爸爸的印象是看照片 不是看本人 本人大概是我國中的時候他才出現 這對你的生命來說 有造成一個什麼樣比較明顯的影響嗎 爸爸缺席的部分 有 但是年紀輕的時候我並不明了 在我姓主之前我以為爸爸缺席這個事情 我未曾有過 所以我也不曉得失去的痛 但是知道我姓主之後我做很多一些 抑制釋放 特別是在原生家庭這一塊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對於那種父愛的期待 缺乏跟渴望是很強烈的 當我對於我的先生我有很高的期待值 因為我覺得我從小就沒有父親 所以我的先生一定是要一個很完美的角色 但是畢竟他是人 他不會是完美完美 所以當他達不到的時候 我就會把我的失望化成一種怒氣 然後對他宣洩 小時候也會因為擔心被同學說些什麼 有耶 因為我的名字有個欠字 對 所以大家就叫我欠揍 欠欠 欠爹 欠爹 所以其實還是有一些影響進來 只是沒有 沒有刻意去發現 去想 對 因為其實 就是生長的年代是比較保守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離婚並不是這麼司空見慣 所以那時候難免就是大家會覺得 你是單親家庭 哈哈 你沒有爸爸 甚至我那時候印象最深刻 還有被罵過雜種 天啊 這是滿嚴厲的一個攻擊 那你跟爸爸之間有在 因為有了信仰之後 怎麼樣去修復關係 或是希望跟他建立關係嗎 後來信主之後 有跟爸爸滿多次接觸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 有一天在美國 爸爸非常感性跟我講 他說欠容阿帕齊的事件 也算是雨國天晴了 你現在跟Alan的關係這麼好 你兩個小孩長這麼大了 這麼可愛 爸爸很替你開心 爸爸很安心 然後我就覺得說 原來他其實心裡面 對我是有很深的愧疚 他只是不曉得 用什麼樣的方法去補償 但是他看到我現在 能夠日子過得這麼幸福 他其實很安慰 跟媽媽之間的關係 也有很特別的一個歷程 因為你書裡上有想 媽媽小時候 可能對你也是有些期待 所以管教上是很嚴厲的 對 從小被打到大 對啊 以至於在你心裡頭 對媽媽可能都會 有一點恐懼的感覺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我對媽媽的恐懼 是我很怕讓她失望 因為我媽是一個很完美主義 我還記得小時候 她寫我的聯絡簿 她到絲毫幾頁 因為她都把那個字寫到 最漂亮 最工整 她才願意給老師看 然後我從小印象當中 媽媽就是很漂亮 然後很多身邊有很多追求者 但是因為我是那個拓郵品 媽媽後來可能都沒有辦法 再找到一個很好的歸宿 所以我都覺得我好像是一個多餘的角色 所以我很怕我做很多事情 會讓媽媽責備 讓她失望 所以那個恐懼是來自於這裡 那後來更是因為我嫁人 然後違背媽媽的原本心意 所以當然就對那個方面是更害怕的 那在姓了主之後 你跟媽媽之間的關係 有怎麼樣 姓了主之後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 大概已經阿帕七 沒比過了兩三年 然後我決定要再重新出來 然後有一天在敬拜的時候 我就跟神說 神啊我現在想要再重新 經營我的演藝工作 請問我該如何是好 我怎麼樣可以破景而出 然後我覺得上帝很可愛 他是達非所謂的神耶 我問蘋果他回我西瓜 他說去跟媽媽和好 不是 主啊我在說我的工作 我要怎麼樣再可以 可以接代言啊 可以再活躍啊什麼的 主很清楚的在講第二遍 去跟媽媽和好 然後我就心心想跟媽媽和好 我跟媽媽也沒有算很交惡啊 要怎麼樣和好 我就想好吧 母親節特會那約媽媽來教會 然後母親節特會那天呢 一樣在唱詩歌敬拜 我站在中間 右手抓的老公 左手抓的媽媽 我覺得我好幸福 他也去教會 他也去教會 我說這是一個多大的恩典 我覺得也許在事業上 我沒有回歸到 像以前那樣的風光 但是我覺得 這個就是上帝要 我先對正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那個所謂的和好 並不是說我跟媽媽什麼 say sorry媽 我跟你和好 不是 而是我的內心 對於媽媽那個恐懼的和好 其實阿帕西到現在已經 你說從2015年 到現在已經差不多五年 時間過去了 時間雖然是五年喔 妳 即使到目前 妳還有可能就是 碰到別人 針對這件事情 還是帶給妳一些批評的眼光嗎 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當然還是會有一些 所謂的網路上的留言 會讓我看得不舒服 可是我覺得那個 一下下就過去了 所以妳現在面對的心態 也都不一樣 我現在覺得我心臟被 訓練得很大顆 以前問我犀利的問題 我必須要武裝 我必須要不認輸 不能讓人家看一下 可是現在問我到犀利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 坦承自己的軟弱 反而媒體很能夠接受我這樣的答案 然後那種感覺就很釋放 真的 就不用再去 喬裝 或者是偽裝 我是一個貴婦 哇 很不容易的一段過程 真的 沒有足夠大顆的心臟 是很難去應付這麼龐大的壓力 妳最後有沒有跟觀眾朋友 大家最後分享或激勵的話 我覺得 這個打卡事件 我不會完全歸咎於單一點 我覺得這是我過去人生 從原生家庭開始 一路來的累積 那只是打卡風波 是一個引爆點 我覺得我們的人生 都需要重新的調整 重新的眼光 不管妳是信主還是不信主 我覺得有時候是要轉一個念頭 那這個念頭不是自己想 而是要由上帝來帶領 然後當下在覺得過不去的時候 我還是那一句老話 我覺得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困難 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困難 因為我現在回頭看 我當下真的以為我過不去 可是就真的關關過 而且就這樣子一路走來了 而且我每看一次 當下以為過不去的難關 我現在看都是祝福 所以我想因為你的事情真的是 大家都很有印象 以至於當你今天本人 坐在這邊分享的時候 我相信觀眾朋友聽的時候 那心裡頭的感觸 應該也很不一樣 聽到你這麼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從旁觀者來看 都覺得很難以承受的那個壓力 你走完這一段 你跟大家講說 其實是個祝福 而且我真的就是一直看著你現在坐在眼前 然後再去回想你過去 在螢光幕前的公眾形象 那個之間的對比 以前雖然光鮮亮麗 可是某種程度是被捆綁的 不自由的被你要 搖氣沖天 對 就是你要武裝起來的那個樣子 其實你心裡頭是很辛苦的 跟你現在即使有時候碰到媒體 相對尖銳一點的問題 你還是很坦然 你還是很自在 你還是有平安 那真的是就很感謝主耶 謝謝你今天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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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們 我實在覺得 倩榮實在是非常的勇敢 因為幾年前所發生的阿帕契事件 我相信大家都是知道的 無論是在國內 國外 大家都曉得 對當事人來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甚至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事情 甚至可以說是他人生 所發生的一個咒詛 但是你聽到他剛才的一個分享 他在若干年後 他把這個事件 當作是他生命當中 極大的一個祝福 這是很難想像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事情呢 讓一個人從一個咒詛 這樣子的一個力量 讓咒詛成為一個祝福 這到底是什麼呢 原來他告訴我們是 他後來遇見了 這位救主耶穌基督 他因為有了信仰之後呢 生命有一個極大的一個翻轉 而且你聽到他剛才的一個分享 他告訴我們是說 他認為這個阿帕契事件 只是一個引爆點 他不是要為自己來辯解 認為自己是沒有問題的 原來他認為他自己也是有問題的 而是他認識了這個信仰之後 他發現這位神是無條件的 是這樣子的接納他 是這樣子的愛他的時候 他不需要再武裝自己 他可以勇於面對 他自己所軟弱的事情 而且是坦然的面對 所以在夫妻關係裡面 他又願意道歉 不只願意道歉 也願意改變 所以這個事件對他來講 是生命極大的一個轉類 是一個契機 所以親愛的朋友們 那發生在倩榮身上 這樣子的一個力量呢 如今也可以發生在你的生命裡 你可能覺得已經是走投無路了 已經是到盡頭了 甚至你不認為還有任何可能 可以翻轉 但是你一定要再相信一件事情 在神是沒有難成的事情 你用盡你的方式 現在好不好來用神的方式 我邀請你一起來跟我 來接受這位救主耶穌 你願意的話跟我一起祷告 親愛的父神 我們把每一個朋友 也是把自己 他一切的一個困難 都交在主你的手中 主你都是知道的 主你也都是知曉的 主 許多的時候我們認為 只有我們自己 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困難 但是其實很多人 都是同樣面對這樣的一個難處 但是因為認識你 生命有所改變 親愛的阿爸父 還是要為在電視機前面 在網路面前的許多的人 他可能也走投無路 他不曉得前面的方向在哪裡 恳求親愛的阿爸父 你親自對他們說話 主啊 在他裡面有信心 願意向你來敞開 讓主你那生命的力量 那個重生的力量 重新開始的力量 也在每一位朋友們的裡面 主 讓他們經歷生命 可以是從咒詛變為祝福的 主啊 謝謝主 你總是垂聽我們的禱告 主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這樣禱告 奉主耶穌基督你寶貴的聖名 親愛的朋友們 願上帝大大的賜福於你 切容 我要謝謝你 就像你在書上寫的 就是謝謝你成為我的朋友 我的肢體的 屬靈的肢體姐妹 然後也是很好的工作夥伴 希望我們一起朝著標竿前進 奔跑不放棄 很感謝神 讓我們可以在這一兩年的時間 越來越好 然後也我很感謝上帝讓 把你帶到我的生命當中 讓你可以帶我到101教回來 然後希望我們兩個都可以越來越好 然後我要祝福倩榮 我要祝福她在接下來的 接下來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神要祝福她是一個豐盛 是所有的豐盛 不管是靈裡的生活上的 他們一切需要都要進入到一個 完全的豐盛裡面 今天 我們下期見